梁靖瑜和丈夫趙元和Tony 今年2月先去馬爾代夫慶祝結婚九週年 但之後就有傳Tony和前員工發生婚愛情 當時Tony就極力否認 但這日就有報導說他們已經在日前簽紙離婚 結束九年婚姻 而5歲的兒子就將會由二人共同撫養 傳媒向梁靖瑜經理人了解的時候 對方只是回覆說藝人的私事不回應 多謝大家關心 另外熟悉梁靖瑜和Tony兩公伙的台灣藝人賈永哲 對於二人的離婚消息就不回應 但其後Tony就否認離婚傳聞說沒有這件事 還批評報導內容不實